为什么造物主昆塔莎要捉擎天柱 电影变四中 赏金猎人禁币之所以要来到地球捉拿擎天柱 原因便是他接了昆塔莎的武 禁币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杀死柱子 但是他都是点到为止 还不是因为昆塔莎交代禁币必须活捉目标才行 那么昆塔莎为什么非要捉拿擎天柱 甚至不惜花了大价钱起来的禁币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其实变五中就已经告诉人 便是昆塔莎想让擎天柱成为自己的左往右臂 让秦天柱这位仅存的超级领袖替自己买 当秦天柱回到塞伯塔之后 昆塔莎二话没说就将他洗脑成了暗天宇 让他成为自己的 即便禁币的任务失败 但对昆塔莎来说 其实目的已经达到 他可能原本就没想过禁币会成功 只是不意让他去带话给秦天柱 你的造物主要抓你回去 诱导柱子割飞回塞伯塔 本来昆塔莎还有一只强大的私人卫队 也就是十二手铺骑士 但是他们后来发现了 昆塔莎是一个邪恶的主 于是决定背叛了 并盗走他的权杖 大幅度削弱了昆塔莎的力量 所以昆塔莎如果想要出来搞事情 就必须借助秦天柱的力量才行 昆塔莎亲口收拨 秦天柱是他打造出来的 变形金刚当中最完美的一位 这就意味着柱子哥是万里挑一的 即便昆塔莎有能力创造塞伯塔生命值 那他也本然再次造出 像秦天柱如此完美的变形金刚出了 秦天柱的业务能力也确实非常强 昆塔莎此前可寻权杖 一直没有结果 非话秦天柱一出马 立刻替他驳回了权 以为振天给递拨 第二个原因则是秦天柱 除了可以当昆塔莎的打手之外 他还有一个更有用的价值 昆塔莎可以将秦天柱变成塞伯塔的 他可以确确控制秦天柱 从而控制整个塞伯塔 昆塔莎的原型便是来源于 动画当中的五面观 这个种族的特点便是贪婪和懒惰 是一群非常邪恶的科学家 在早期他们曾经是塞伯塔星球的殖民者 他们想要的并不是权利 而是廉价的劳动力 昆塔莎很可能是打算在复苏塞伯塔之后 扶持暗黑秦天柱成为塞伯塔的统治者 又或者干脆让秦天柱继续管理汽车人 而威振天管理霸天 但是都在昆塔莎的控制下进行 只要控制了这两位领袖 那么昆塔莎就可以完全掌握整个星球 否则以他这个幕后之人当统治者 哇 塞伯塔星上的机械生命体肯定是不会负责